却说江大山交了投名状 带着两个殿户上船 那是一条渡船 船夫见识不妙 早就躲得没有踪影 其中一个殿户画讲 另一个殿户称高 渡船快速驶向对岸 江大山手握铁锹 船尾停稳就跳下 正好有四个石匠 抬着一块条石过来 大山 你们怎来了 其中一个石匠问 江大山笑道 过来办事 说话间 另外两个殿户也下船 各自手持一根扁担 七人结伴前往踩石场 宫头正躺在场边打盹人 让几个监工好生看着干活 黄老爷让我过来传话 江大山边说边往前走 宫头还是躺着没动 几个监工也站在原地 宫头嘴里叼着一根狗尾草 问道 传什么话 江大山颇为紧张 手心里全是汗水 脸上的笑容也开始发僵 他走到宫头跟前 突然抡起铁锹砸下 同时大喊 妖熟动手 黄妖正在用铁汉撬动条石 却见江大山一锹抡下 直接将宫头的脑袋砸开花 所有人 全看傻了 不管是石匠还是监工 都站在原地没有反应 因为画面太劲爆 红的白的蹦出来 又血腥 又恶心 黄老爷被打死了 江大山又喊 宫头一死 采石场只剩四个监工 而石匠却足有十多个 此刻闹出人命 且不知什么情况 又听说黄老爷被打死 四个监工下意识往后退 再也没有往日的蛮横嚣张 江大山又喊 妖熟 你忘了你大姐怎么死的 黄老爷已被打死了 你还不敢动手 杀 黄妖突然面色猙獰 用铁汉当作铁枪 朝着最近一个监工冲刺而去 那监工吓得魂飞魄散 转身就打算逃跑 却被旁边的石匠伸脚绊倒 这石匠正是黄顺 抡起大锤砸下 狠狠砸中背心 监工顿时口吐鲜血 黄妖也冲过来 铁汉猛然扎下 在监工的腰部捅出隔血洞 江大山带着两个殿户 朝另外三个监工追去 三个监工脚底抹油 一人被追到河边 跳河朝下游去了 另两个逃进山里 江大山也没有在追 过河 江大山说 黄妖拖着铁汉说 走吧 黄顺扔掉大锤 也捡起一根铁汉 对其他石匠说 对面都把黄老爷打死了 你们还在这里敲石头 十多个石匠呆立原地 很想过河去看看 却又恐惧不敢动弹 咱们走 黄妖跳到船上 江大山奉命过河接人 却只接到两个 他觉得这事没办好 就在即将开船时 突然有石匠说 过去看看 对 过去看看 其他石匠应声 真的只是过去看看 有便宜且没危险 他们才会跟着打顺风仗 见大家都上船了 江大山下令开船 对石匠们说 黄老爷坑了大火的工钱 还想吞掉赵老爷的一千两银子 赵老爷就联合村中店户 把黄老爷当场打死 赵老爷还说 巡抚老爷是他亲戚 他要留在黄家正部走 黄老爷的田产 以后都是他的 只要咱们跟着他干 他就愿意把田分出来 黄顺问道 这赵老爷该不会骗咱们吧 他真的愿意分田 江大山笑道 一千两银子得买多少田产 赵老爷连一千两银子都不在乎 会赖掉你那几亩田 那就干 黄顺咬牙切齿说 老子早就想动手了 黄妖一直没说话 只是遥望对岸 也不知在想啥 渡船靠岸 江大山率先跳下 赵老爷 我把人接回来了 赵汉还没开口 黄氏兄弟便带着家奴杀来 这次来的家奴不多 只有四十几个 其他两家的奴仆都没出动 黄妖扔掉铁汉 默默走到乱石滩 捡起一根扁蛋握在手里 铁汉太过笨重 不如扁蛋好使 我爹呢 黄顺诚隔得老远就大喊 爹 你没事吧 爹 你爹死了 你爷爷在这呢 赵汉笑着回答 爹 黄氏兄弟终于看到父亲的尸体 瞬间怒火中烧 带着家奴就往摊上冲 大部分殿农躲得老远 就连交了投名状的殿户 也被四十多个家奴吓得连连后退 张铁牛从另一边冲来 提着板斧哇哇大叫 安铁牛来也 公子接枪 陈茂生扛来赵汉的长枪 使劲全身力气直过来 长枪在空中划过抛物线 以优美的姿势落地 距离赵汉 足足两丈远 赵汉强忍着没有吐槽 奔过去捡起长枪 把手中配刀给陈茂生扔回去 单刀换成长枪 赵汉的武力只陡然翻背 虎入羊群般开始冲杀 他算彻底明白了 再挑拨 再怂恿 都不如杀几个 他是外地人 银子再多 不过是冤大头 不过是仁慈老爷 必须在这些殿户面前展示武力 家奴们还没近身 就被赵汉挑翻一个 转眼之间又是一个 连续刺死三人之后 其他家奴都绕着赵汉跑 根本不敢跟他正面相对 张铁牛杀入家奴的侧方 双手持斧不断挥砍 被家奴砸了几棍 他也全然不当回事 只是一味地往前冲杀 这货没有练过武艺 出招毫无章法 就是仗着勇武砍人而已 根本不用帮忙 只他们两个 在一照面之间 就把四十多个家奴杀得崩溃 黄顺成 黄顺张兄弟 也不想着给父亲报仇了 扔下棍棒转身就跑 他们不是千山县衙役 也不是匪寇出身的超官士族 平时顶多逞兄欺负殿户 哪遇到过这种烈度的阵仗 杀呀 直到此刻 陈茂生终于捡起腰刀 把刀高高举过头顶 中门大开就那样冲出去 芒春来远远站立 手按铁剑 啰着胡子 面带微笑 就这距离 他根本看不清 只见一团团影子动来动去 杀皇家 分田地 将大山举起铁锹做洞员 黄妖和黄顺已经在冲了 各自挥舞扁担 追着逃跑的家奴就打 分田地 分田地 交了投名状的殿户 此刻终于敢动手 其余殿户躲得老远 见皇室兄弟和家奴溃逃 突然有人按捺不住 捡起石块去砸黄老爷的尸体 叫你占我田 叫你害我娘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这店户抓着石块不停地砸 一边砸一边喊 一边喊一边哭 黄老爷的脑袋很快变得血肉模糊 此时 又有店户举着扁担冲出 疯狂大喊 分田 分田 越来越多店户开始行动 表情猙獰可怕 完全进入狂热状态 一个人追上家奴 立即几个人帮忙 各种工具胡乱招呼 把家奴活活打死了 依旧不肯停手 田野间到处是各种死相的尸体 去皇家祖宅 不知有谁喊了一句 所有店户都惊醒过来 随即以更疯狂的状态涌向皇家 黄妖伸了一双大长腿 跑起来比赵汉还快 这丝很快超过张铁牛 手持扁担冲到最前方 飞起一脚把黄顺张踹倒 黄顺张挣扎爬起 迎面就挨了一扁担 黄顺成却是自己踩空 狼狈跌入水田 张铁牛从田耿跃下 凌空一斧劈出 斧头直接迁入黄顺成的脑袋 赵汉追上来 一枪把黄顺张刺死 无数店户和石匠 抄进路沙网皇室祖宅 大门进不去 那就翻墙而入 冲入宅中 见人就打 见东西就抢 别打 那是我闺女 我兄弟是给黄家被柴的 他才13岁 没造过孽 留在宅里的黄家奴仆 要么是丫鬟婆子 要么是未成年小私 却也被这些店户泄愤 好些无辜奴仆 都被打得头破血流 甚至是被当场打死 很快有人冲进内院 黄尊道的正妻50多岁 只来得及尖叫一声 就被店户被打翻 接着被活活围殴致死 当赵汉赶到时 黄尊道的四个孙子 两个孙女 全都已被打死了 年龄最大的才14岁 快停手 快停手 赵汉私声大喊 却根本压不住 这些店户 要么做顺民 要么做报名 拿捏不准中间职 此时此刻 赵汉真的想前往瑞京 向那三位填兵首领取经 他们又是如何约束农民 压制官府和地主 达成一种奇妙和谐的呢 给老子停手 赵汉调转长枪 将一个店户砸翻 上前揪住其衣服说 停下来 这个店户 刚才正在暴打小孩 可能是哪个家奴的儿子 小孩已经奄奄一袭 眼看着活不成了 每个顺民的心中 都潜伏着一头猛兽 赵汉一下子释放出上百头猛兽 这是一柄双刃剑 用不好会割伤自己 赵汉主枪跳上院中石刚 才稳刚言大喊 还有没有清醒的 快快来我身边 连续喊了好几遍 黄妖最先奔来 接着是张铁牛 江大山和陈茂生 张铁牛惊骇道 都他娘的疯了 连几岁孩童也杀 老子拉都拉不住 赵老爷 有人要放火 被我打跑了 黄顺突然也跑过来 不准再杀人 更不准放火 赵汉下令道 你们各自去寻相熟的 让他们不要再动手 否则我就不分田了 赶快去 切记切记 警方有人放火 不知何时 小翠和小红 搀扶着盲春来进了院子 盲春来一身悉泥 估计是眼神不好 半路摔进水田里了 虽然悉泥果身 盲春来依旧保持风度 缓缓说道 汉歌人 报名成不了事 他们眼下有多凶 遇到官兵就有多怕 我晓得 赵汉无奈道 若非想要快速建立根据地 他哪会选择这种低级手段 已经赶紧的赵汉 找关系的安法 预充的赵汉 好